新聞小鮮來看 中華市後賣家一棟三棟老館的頭堤廚早餐店 今天早上這點晚 團來家室勃宅餐 他屬於61歲的老闆娘 在廚房外家室的時尊 不洗你做行勃宅 在外面不早回的校舍 一聽到餐廳就衝進去救人 也讓保雷掛到胸 好家宅人的人都沒有生命危險 同時起起起起步的瞬間 在後面的老闆娘 馬上就放救出來 村民頭外也趕快來報三天 並且通報小鮮堆 中華市東區小鮮堆擠出 早上七點就報案 說在後賣家 一早早點發生起步 小鮮林王到現場的時候 就趕快把61歲的臨性 鼓勵人送去病院 這點出的時候 我們通過貨報在 福馬街這邊有一間 早餐店的氣爆案件 那我們總計出動了13車22人 那提達現場發現 它是廚房的 應該是廚房的瓦斯氣爆的狀況 那現場有兩名傷者 那一名婦人以及他兒子 就是店家 那一個是背部跟腿部有阻傷 一個是雙手 因為玻璃割傷 目前他呼吸道是通嗆的 呼吸道並沒有嗆傷的情況 所以生命真相穩定 後續會送往我們的燒燙箱中心 做後續的治療跟傷口照護 那他另外有一名大約28歲的男性 是因為要就是搶救那個病患啊 的時候不小心跌倒 有一些輕微擦傷的情形 因為幫你去求媽媽的男性是表示 媽媽在在後面的廚房煮紅茶 他在在外面不營 香港聽到蹦一下 就趕快幫你去跟媽媽搖出來 當下就是 就是什麼東西都倒了嘛 然後我就趕快 跑進去 一趟 因為我媽在廚房 所以趕快跑進去看我媽 那媽媽的狀況怎麼樣 媽媽現在說是四肢還有身體 是二度多少 因為這間早餐兩隻在當地上當出名 雖然沒空房 雖然有冷氣 發生起步的事情很好加在 受傷的兩個人都沒有死命危險 上世事故萬英 直到台消防隊 近一部調查理清 大中華新聞 中西良 中華蔡宏報道